三个人的底池 翻牌 What 真的是有一张四 我靠这个运气啊 欢迎来到龙凤德州 来看这一手牌 老爷子拿到一对圈 加注到了600 JR一对六根柱 Will八九根柱 Henry大盲位 50黑套根柱 这是一个四人底池 翻牌 二钩四彩虹面 老爷子仍旧是超队 翻后可以继续打 圈圈这种牌啊 还是非常舒服的 基本上翻前 如果争夺不是很激烈的话 翻后只要不看到K和S啊 很难输啊 1400刀的下注 JR一对六继续跟了下来 他到底要看一看啊 老爷子手里是什么牌啊 转牌一张K 圈圈被盖上一顶帽子啊 应该是要过牌了 谁知道JR会不会恰好拿着一张K呢 什么K3K4K5K6啊 都说不定 而看到老爷子过牌呢 JR要去做尝试了 5500刀的底池 JR打出6000 本来还在担心JR有K 现在似乎并不用担心了 但是这张合牌 JR在后门中赛 那这下爽了呀 在老爷子看来 这张6对JR的帮助不会太大 而JR呢 再次打出一个满池 看到对手的牌 老爷子也是长叹一声啊 刚还说自己转牌的判断很是正确 没想到合牌却被发死了 接着来看牌 Rampage圈钩草花入池 600刀 装卫的Charles90不同色扣了下来 最近这周五系列 好像都是120的桌子了 没有再加上抓卫那400刀 翻牌457两张草花 Nik Arbor拿到双头顺听牌 而Rampage拿到了铜花听牌 反后Nik打得很急啊 直接丢出一个满池 Rampage call 转牌 一张黑桃的大A check check 也不一定啊 Rampage很有可能会打出一枪啊 考虑到Nik Arbor没中牌的话 其实Rampage打一枪还是有胜算的 而这张合牌就比较麻烦了 Nik Arbor虽然是做成了顺子 可是这是一个花面 恰好是Rampage拿的花 6000的Pore Rampage打出7000 这是一个无论如何也逃不掉的支付啊 转牌Rampage的过牌 恰好成了他合牌拿价值的关键 看到这个结果 Nik Arbor心里并不意外啊 来看这一手牌啊 Rampage拿到了一对圈 做了2000刀的300 专位的Henry一对四跟了下来 哎呦 小忙位的Nik Arbor拿到了一手AKS 这肯定是要去做一个5败了 因为这个4败并不算太大 21000刀 老爷子 别数了 28不同色 数什么数 JR应该也跟不动啊 一手A10 而Rampage的圈圈就另当别论了 跟住 还是一个更大的6败呢 反正无论怎么说啊 这手牌应该是没Henry什么事 最终Rampage选择了跟住 一对四的话 没有参与的能力啊 跟住15000刀 去买合牌的一张四吗 出乎我的意料啊 Henry这一对四竟然是跟了下来 真就要去拼flop上的一张四吗 三个人的底驰翻牌 真的是有一张四 我靠这个运气啊 我Henry估计现在激动死了 而且这还是一个彩虹面啊 基本可以判断只输一手勾勾 尼卡尔波面对两个对手 JK翻牌也是动都不敢动啊 而这手牌 最惨的应该是Rampage 目前是一个超队 肯定是要被 这手Side4乱杀了 看到翻前推出五败的人 已经选择过牌了 那这样的话 Rampage心里啊 可以暂时排除对手有 Asses或者Kings 那么这个时候啊 可以正常打了 可打可顾啊 身后毕竟还有一个 和自己一样的家伙 这枪打的不算太重 6万4的坡下注1万4 Henry 稍微藏一下自己的牌啊 Henry是在演一手AK的 一个bat一个call 尼卡尔波估计已经萌声退役了 AK走人 好 那来看这手牌 Rampage到底会输上多少 转牌一张草花9 对于牌面没有什么影响啊 而Flop的下注 很有可能只是被一对钩跟下来 Rampage转牌 还是有可能会再打出一枪了 在担心一手口袋勾吗 如果在担心一手口袋勾的话 还真的是在担心一手口袋勾 Rampage选择过牌 看到对手示弱 Henry不开心了 跟着过啊 继续埋伏 和牌一张草花3 如果Rampage感觉到自己落后啊 那么这张和牌 也同样是一张好牌啊 三张草花发出来 Rampage输的牌型啊 更多了 盒牌再过 那Henry知道 哎呀 自己估计拿不到太多支付了 和牌大概打个三到四万 我觉得是OK的 哈喊出欧印 哦 Rampage几乎 差点是一个秒复啊 Fuck is going on man It's one of those nights Rampage I've been there 今晚Rampage确实没少输 不过这手牌他最终还是选择了正确的改牌啊 来看这一手牌 Rampage拿到了一对圈 加注到了一千 尼卡尔波三五方块跟住 J289不同色也跟了下来 三人持 翻牌8910 J2拿到89两对啊 直接反超了圈圈 所有人都过 转牌一张七 Rampage在翻后竟然没有打 而J2的89两对也是一样啊 完全不下注 最终合牌发出来一张六 攻牌面成了一条顺子 J2的89两对直接是被淹没在了人海当中啊 Rampage站出来偷驰了 6300的坡打出了一万六 哎呀 J2啊 J2 可惜了 但凡J2再转牌啊 主动一点 合牌 Rampage都不一定啊 会打出这一枪啊 好 来看本期视频的最后一手牌 Henry23黑桃翻前加注到了1400 尼卡尔波的七八草花跟下来 翻牌A64两人过 转牌还有S啊 过过过继续过 合牌 哦呦 竟然是一战五 这有点意思啊 尼卡尔波拿到了一条大顺子 而Henry却做成了一条小顺子 完了呀 5000刀的下注之后 尼卡尔波看到了一个加注 哎呀 攻对面 尼卡尔波并没有再推回一个三败 如果不是有两张S啊 尼卡尔波是一定要再打的 好快呀 这一手牌啊 莫名其妙 底持就来到了四万 莫名其妙的一条顺子就输了 这手牌已经打的 Henry说不出话来了 好 那么随着这手牌结束呢 这期视频也暂且高一段落了 这张牌桌的战斗还没过半 咱们下期接着看吧 下期再见 哦那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